记者吴新田台北报道,陶思松去年是我国杀虫技类农药用量第一名,行政院农累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金,21天照开农药技术资议会,决议最快9月初公告限制使用范围,希望能降低消费者取食风险。 防检局说,近年国际相关科学数据的评估结果,陶思松每日容许摄取量值,ADI,由0.01MGKGBWD调降为0.003MGKGBWD,根据要读所近一年的研究估算,国人的摄氏量已超过管制上限,ADI的80%。 因此,今天经出席农药技术资议会的专家学者讨论后,决议显示陶思松的使用范围,删除包括水稻、蔬菜类、柑橘类、荔枝、龙眼、桃、梅、梨、梨、苹、苹果、枇杷、枣等水果类的使用。 防检局副局长邹慧娟说,陶思松是有激临神经毒的杀虫剂,国内主要用来防治剂马、鹅类、水稻二化鸣虫以及荔枝春象等害虫。 今天会议决议先议陶思松的使用范围中,删除国人使用两大的作物,未来能使用陶思松的,将剩下观赏作物,包括花卉、张树、莲花、菊花及咖啡和茶树等等。 防检局近期内将办理法制作业,预告删除相关使用范围,并提供60天的公众评论期,后续也将估算不同年龄层的设施风险。 并参考国际新科学报告,持续调整陶思松的管理措施。 防检局近年已陆续将剧毒农药禁用,接下来将针对高用量、国人设施量达ADI的70%以上的农药陆续进行盘点,加以管制。 中兴大学植物病理学系特片教授曾得次说,防检局只知道陶思松的进口量,总使用两,但主要用在哪些作物? 用量多少?用在哪些地区等资讯都不知道,且陶思松应用范围广,除了用于作物,也可能被用在处秦蛇等环境卫生上。 他认为,防检局决定要禁用或检用农药,都应评估实际使用情形,不然,恐难以确实达刀剑量的目标。 而且防检局在尚未确定预告日期,也无配套措施的情况下,对外发布将现用陶思松的消息,也可能导致农民大量顿祸。